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建会的暴力对决吧 今天啊,学府玩林波城了 已经是加入了 那观众朋友选择上的是一个盘司武装 林波加神木开了一把音阵 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大黄神灵的女儿国标 那个大概还没有放出来呢 现在是10月18号的建会 也就昨天的建会 但大概的话应该是下个星期24号放出来 所以说 哎呀,这观众朋友这个 林波城 但是呢,由于开了一把音阵的原因 观众朋友这边是拿到了全场的一二速 咱们看一下,学府这边对于林波城 是有一个怎样的理解吧 小丑,小丑 放下屠刀,扔一扔 嗯,确实也是因为曲府在这一年的话 输了两次啊,就10月份武神坛 曲府输了两场比赛 一个是小祖赛输给钓鱼岛 另外一个就是淘泰赛 啊,输给了夫子妙 而输的这两场比赛是全部输给了林波城 啊,也没输别的比赛啊 就输了林波城两场 啊,所以说他们也是对林波城这个门派吧 呃,可能也是想做一个进步的了解啊 啊,因为就咱们平时做这些豪门PK 曲府口庙是从来没有玩过林波城的 啊,是从来没有玩过林波城的 那可能是就不管是银和阿七啊 他们对于这个林波城的一个态度 还怎么地 也是基于纸面上 那么一个分析 啊,以及他们对其他团队玩林波城的 那么一个分析 啊,就说白了就只上谈兵嘛 就是纸面上的东西 他们实际上自己是从来没玩过林波城的 所以这次输给了两次林波城以后嘛 他们也是自己想尝试一下林波城究竟 哎,哪有不足 啊,哪个地方呢又真正的厉害 啊,自己玩一下以后呢 可能对于林波城这么一个 打法的话 啊,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啊,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以后再遇上林波城 打起来呢就更方便了 啊,至于林波城究竟强不强 哎,有一说一二 啊,咱们虽然平时调侃归调侃 但是这个林波城究竟强不强的话 可不是说一届两届五神探能够看得出来的 啊,可能真不是一届两届五神探看得出来 换句话说呢 曲腐输给林波,不光是单纯因为林波城的原因 可能在运气方面啊,各个角度啊,是多同因素的一个结合吧 啊,就换个说法的话,如果当时不是林波城啊 对面可能上个花果山曲腐那场比赛地也输了呀 啊,对吧 所以说一届两届可能看不出这个林波城真正的优势所在 曲腐这边呢也是尝试一下啊 最起码以后再遇到林波城的时候 还更好打一些 知己知彼百战不但嘛 那开场的话,快点晃林波城已经是被直接点杀了 至于乾坤再套一套 两个风系去控制对面,说句实话 这个点杀节奏很难特别的好 小嫂再点一下神木林,看一下能不能点死啊 就点不死的话,能更多的凑一下他的163 可能也更好 本嫂千军2000开刀2400 战抽一万 哦,输出好高呀 163扛住宝宝再跟 扇猫 再来一个 神又了 神又了 不是扇猫啊,神又了 避雷咋扇猫呀,对吧 换个薰米 是压死了林波城 小嫂再点 这个小嫂应该是挂的关的方林波城的 但林波城被薰米直接给秒死了 诶,徐佛打狐子庙那场比赛用的什么阵容啊 我知道打羽岛那场,徐佛用的是国标 啊,输了 打狐子庙那场的话 也是一把国标 啊,我看了一下也是一把国标 就是国标打林波城全输了 这确实也是想不到 主要是我发现就是打苏子庙那场是小嫂挂的确实不太准 确实不太准 天地同手给林波城打伤 这也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赛前分析啊 说这个林波城确实比较怕国标 但没想到国标之王的两把国标全输给林波了 感觉实际啊,跟咱们想的这个情况还是有一些出入的啊 这实际情况跟想象的一个差别 那国标凯林波城加上一把野兽之猎 六千三 女儿村触发青蛇 哎,没风中 那这样的话 就对两方现在不太好找这么一个点杀的目标啊 盘斯武装化青蛇啊 这三个点肯定是比较硬的 只能点个林波或者是什么林 林波城的话现在有天地啊 你还不好点 天神哦 开了三个眼睛 一个智眼,一个天眼 稍后咱们就能看一下观察国林波城的一个输出了啊 开了眼睛以后爆发怎么样 神明这边小死亡结束了啊 对两方终于是可以挂新的小死亡了 一把金青 一把金青 保出手 还是啊 顶着金青没风中 拨一下保护 小索 哎,可以挂上新的小索 这将一把点杀就过来了 伤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咱们刚才也看见了对面的输出 还是特别的给力的 五千七 两千有三千七 哎,163刚才也是破过那么两次 轻一三叠 哎,这神木灵还活着 一把单抽 又是一万 直接给送走了 那怎么 对面这神木灵秒过来好疼的呀 那观察方这回合也是把对象方的神木压死 后续就是一个手势的问题了 打212 因为咱们去年看尸多神木那套阵容 咱们也见得多了 说白了就怎么去手势 什么去空化真似的问题 而且 212的话得带一部分虚迷 尽聊 应该给的是对面的神木吧 万两追魂 没想到对面人家没有提前拉起来 并没有提前拉 哎呦,手师 两个三双帽 最后一个恶爆 拆丢丢啊 主要是两个三双 这下手势没有成功 刚才也说过啊 这个打212主要是考虑就是一个手势的问题啊 因为你没地骨嘛 倒地了 人很容易是拉起来了 魔镜再加上 就这么一下一下捅下去的话 对那方的血线也是被压下来了 哎,神妖 稍后等到神木灵站起来 再给对面来一波爆发 已经是有一个四层的风铃了 下个回合神木灵也可以拉起来 两个面双一起配合 对面会有一波受不了的时候的 继续给尽聊 还是针对对那方的神木 神木灵抗性敌啊 手师起来比较的方便吧 对面也是起者了 华生寺赶紧在林园推一口 往上拉一拉血线 嗯,守尸体 哎,看一下观察会有没有强纳啊 先兵穿路 搞一把蔓延 下个回合再打面上 这回合继续压着对面的神木灵 有强纳 但是对张方这个速度更慢啊 守住了观察方 林波成的尸体啊 这样的话 林波成的眼睛就没了 眼睛结束了 水清宝化身色 呃,管于令 解禁疗 化身色一火啊 这节奏还是蛮舒服的 对面孩子把自己也藏起来了 继续开天眼 这个是给了 又给了两个眼 还是有只眼啊 还是有只眼 神木灵这边继续拉状态 还是要等到林波成 能打面伤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来 这边是有一波大爆发的啊 这边四层的风灵 蔓延的话也有 蔓延剩下最后一个回合了啊 这回合的话 已经是五层的风灵 青石献戒 诶,但是出青石了 那还是要单点 那以观察方刚才那个思路的话 还是以针对 对面的神木灵为主吧 有了青石以后 观察方可以尝试的去点杀 对面的大方啊 小死亡挂中 段月射 直接开始压大方 对面屋里些速度丢了啊 所以说 那队长风大套 他没扫出来啊 一把单抽直接送走 看看能不能带走 一个宝宝傻的 好像没有 出甲 尘土刃 有没有了 没了 就这么两下啊 那观察方 神木灵也是差一丢丢啊 也是差一丢丢 咱有一出一 其实当对面 神木灵触发青石以后啊 大方给个平A啊 要不给个破血就够了 没必要狠扫的 对面神木灵伤害又高 又有青石 没必要扫 讲一下 神木灵的伤害呢 观察方这边 神木蔓延是没了呀 啊 蔓延是没了 现在是两层的风铃 这波爆发的话 风铃比较少 当然考验呢 还是队长方的一个法防 观察方 风银 风银在线 打了一波 队长方血线 已经被压得非常的低了 大唐继续被压死 化生死 这口血没活出来 对面大唐 又是狠扫了 是吧 你看这又狠扫了 但化生死 这口血没活出来 一般情况下 手势就那三个条件嘛 一个是掏化生死 一个是给进寥 一个是归宿 就这三个东西 华阳术 拉起来 对面地府 跟那个化生死 人家是配素的 哎呦 这化生死要没了呀 这 大唐没速度 你就别压力不成了 没速度就别压了 等有速度再说吧 化生死 倒地 打到现在 基本也就结束了 化生死都没了 队长方也是 没有条件去刺好 女儿村的话 全场三速 刺好是不太可能刺好 其他一个人 大加烟 有 有 必听换一波 当然本质上双方还是有一定的硬件差距的 这个不用想 还是有一定的硬件差距 所以关键方这边稍微打一打面伤 关键方已经是压制不住 两侧横扫没扫出来 导致了关键方神灵一直没被点死 也是压死对面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时不时的给你整几个地听出来 那对面就更接受不了 还有一个工地厅 沈木林一个 大康两个 宝宝三个 把橙色拆丢丢 哎呀 对战方 对战方杀怪战方的地听 永远是慢一步呀 永远是慢一步 地听看完了 对面都输出来了 来继续给效力 进了给到 哇 这边还能换个地听 选择了香火雪了 领波城这个样子是要起眼了 哎 又给到了一个智眼 也行吧 啊 这个智眼其实是个核心啊 智眼其实是个核心 每一回合给一点战役呢 啊 对战方神灵又抽了一万 小色黄一挂 再来一把巨剑 但什么灵你这回合动不了啊 对这把点杀又失败了 再来一把金钦 前面又是一堆的地听啊 哎 这玩意 这玩意地听就处理不了啊 他这个清场能力太强了 压制能力也太强了 搞到对面 他就别的事干不了啊 他就得防地听啊 哎 你 不是你物理攻击竟然选择了一号位 摇铃铛你就摇别的嘛 哎 这个还没打着 你 结束了啊 结束了 还是地听厉害 咱们不知道 曲腐啊 曲腐在昨天的剑会 就没遇上一个号 都没遇上 等到星期六吧 看看曲腐这边 还会不会继续玩 这套林波城的阵容啊 如果还是玩这套林波城的话 看看跟其他豪门打起来 这林波城的效果怎么样 到时候再看 拜拜 好 好 好